对不起 您拨打的拥护 紫然 信催的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事没完 红头 走 妈 你喝点水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瞒着您 但以前的事我都已经放下了 是捡红图骗我去仓库 没把这件事情告诉您 是我的责任 妈 主要是怕您担心 这件事不怪姐 我要能早点把那摄像头拆了 就没事了 妈 累了吧 那我们少说两句 那我先去买点吃的 不要 早点吃完 早点休息 你看看明天早上机票 挑一个早一点的改进 谢谢 不用给我改进 我不走了 为什么 简明冰已经放话了 说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她都不会放过我们 既然躲不了 那我就不躲了 悠悠 明天你回上海 弟弟 你带着可欣给海南 简明冰要来 就让她来找我 妈 妈 妈 您千万别这么想 等你们去了海南 她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找到我们的 对啊 妈 现在离开林水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们不用害怕 她要来 我就报警 现在是法治社会 她不敢拿我怎么样 不是 妈 你这是何必呢 简明冰她就是个疯子 她什么事干不出来 弟弟你知道吗 就因为妈妈我 当年胆小怕事不敢反抗 所以她才会现在越来越放肆 如果唐大年砸了我们家 打伤弟弟你的时候 我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报警去抓她 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事情 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 我不会再犯第二回 你们不用劝我了 可惜 阿姨 我给你们所有人打电话 你们都不接 我都急死了 我就找过来了 可惜 真的是对不起你 今天让你等了那么久 这事都怪阿姨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所以我们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没事吧 我也忘记提醒你 没关系阿姨 反正去海南的航班有很多趟嘛 我们晚这天走也没事 宁淑 刚才在里面的话我都听见了 阿姨还说要报警抓人什么的 是不是之前你们说的仇人找上门来了 可惜这事你别问了 宁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别让我担心行不行 如果你们真的出了什么危险 您让我怎么办 这事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他们也已经道歉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